这个星期的这个video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手套股是不是开始反弹了 很多人呢他们在等这个Top Glove反弹 然后呢等了几年到底呢这个Top Glove呢是不是要反弹了 有一些迹象呢我发现到呢这个手套的这个板块 这些钢铁的板块好像呢就是呢开始跑 不过呢有几只股票大家要非常的注意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video一定要看到最后要避开的股票 还有呢有哪一些最好的股票呢是我们可以看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Andy 在这个过去的14年呢我是一个专业的这个股票经纪 然后呢也是一个license portfolio manager 所以在这边呢今天呢跟你分享的纯粹都是我个人的经验还有个人的看法 当然记得就是点赞跟订阅我们的频道 因为每个星期我们都会更新的video 然后呢这些video呢都是能够帮助你呢在股市中进步 在股市中能够就是赚钱 所以在这边记得看到最后 然后呢就是给自己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对马股的一个了解 好的继续看下去吧 最近呢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开始讲手套股 从就是上个星期我就开始说 哎这个手套里面呢最强的股票呢 其实呢就是这个cosan 所以我也发现到呢这个手套股呢 他有真的回来 所以上个星期讲了过后 他就真的是呢就是继续的往上跑 不过呢这个手套股呢 他暂时不是说非常非常的强 在手套股里面最差的股票呢就是Top Glove 所以如果你是抱着Top Glove在那边等的 我跟你讲这个是最差的就是Top Glove 注意一下不要讲我没有讲 最差的是Top Glove 你买一个HATAR都比较强 我们买股票呢我们不是每一次都买便宜 我们买便宜的时候呢是因为呢这个整个市场往下掉 我们才会买比较便宜 如果有比较好的我们在涨的时候呢 应该抓比较好的 什么叫做比较好 比较好呢就是呢这个股票呢它是慢慢的爬 或者是很持续性的在往上爬 所以HATAR跟这个KOSAN这两个呢是现在呢比较好一点的这个手套股 不过呢手套股呢是不是就是那个最好的板块 暂时来讲的话呢应该不是啦 因为呢其实只有一个KOSAN呢是比较合格的 其他的呢其实都没有真正的跑 所以在这边我们不会非常的关注手套股 不过今天我给你多一支 如果你真的是很喜欢Rubber的这样子的东西 另外一个呢就是呢这一个Karex 我也是注意到呢这个Karex呢今天这几天呢 它也是出现了这个蓝色的蜡烛 然后呢也是呢就是继续的跑着这个上升趋势 也是在这个Ultimate Boot 所以在这边当然Karex跟这个Dockglove跟这个HATAR 跟这个KOSAN不是有直接的关系啦 不过Overall它呢还是一个属于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 Hexcare这些讲真的这些都不是什么好的 这个手套股板块啊要跑啊 这个KOSAN呢再持续的走多两个月三个月 拉久一点的话呢其他的可能可以给他拉上来 不过现在全部都是在初期 所以手套股会不会回来 我觉得不是那个现在的那个重点 重点呢其实要放在地产股 现在每一个人他都知道呢 现在呢这个地产股呢它是最强的 EcoV呢是其中一个Uptrend的这个股票 之前1块3毛1块2的时候我也是跟大家讲 1块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讲 所以讲到现在呢已经1块半了 所以呢这个EcoV呢它还是一个非常强的这个Uptrend 还有没有别的当然有很多很多 有这个IOIPG啊有这个SP Setia啊 San Property啊有EMS啊 这全部呢都是呢在往上的一个趋势 是不是已经高了 其实呢不是啦 对我来说什么叫做高什么叫做低 股票呢它是没有真正的没有什么高低的 高低的是个人的一个看法 如果呢你以这个两个星期来讲的话 它现在是在一个回调转弯 所以呢这个呢是短期 两个星期一个星期 现在呢是在一个低位 你以一个整体的一个两三个月 这个呢是一个阻力 阻力呢就是说它到了这边它没有办法突破 到了这边没有办法突破 到这边没有办法突破 到了这边呢它终于突破了 所以它站上了这个阻力啊 然后呢现在回到了这个阻力的上面 就是支撑了 所以整体呢这个地产股它是很漂亮的一个情况 这样子的股票呢 它呢是在整理着整理着整理整理 在这样子的整理呢 其实我们都会在想它是在丢票还是它在收票 庄家它其实呢有两个动作 一个呢是在丢票 另一个是在收票 什么样知道呢庄家是在收票或者是丢票 在整理的时候你看不出 因为它是横盘 如果呢你看到突破的话 代表呢这个是收票 就讲过去在整理的时候 在这个市场整理的时候 在这个股票在调整的时候 其实呢这个散户呢是被震出去了 震荡的震 被震出去 被踢出去 散户被踢出去 所以整理完了它往上跑 它把散户震出去 为什么它还可以往上跑 代表呢它收票对不对 所以overall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哇这样子调整了 跑回来转蓝色 其实呢这个是一个好的现象 所以在这边 这个地产呢 不只是UEMS 不只是Sunway Sunway呢也是一个非常的强 所以整体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地产股 全部呢它都是呢就是属于呢最强的板块 甚至呢我觉得这个地产股 现在呢已经超越了这个YTL YTL Power 所以YTL YTL Power 暂时是休息 暂时是比较慢 不过呢 你问我 诶这样子YTL跟YTL Power 还有没有希望 所以怎么样看一个股票有没有希望 首先它有没有站在这个紫色线的上面 如果有站在紫色线的上面 这个股票呢就还有希望 为什么 你看到哦 这个橙色变青色 青色就是上升趋势 还是在青色就是在紫色线的上面 在青色就是在紫色线上面 所以你看到YTL Power 它现在呢 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还是呢站在这个紫色线的上面 所以如果站在紫色线的上面呢 代表呢中期的趋势呢是好的 不过真正呢股票它要冲的话 它要站在红色线的上面 它才能够真正的冲 在这边它也站在红色线的上面 代表呢它冲的可能性呢是有在的 那就是说有可能接下来是还可以跑的 如果真的不好它就是要低过 低过红色线就比较危险 低过紫色线呢就是完完了 所以呢完完了吗 还没有 所以在这边呢可以就是看得到就是还不错了 这个市场上呢有三个比较差的股票 你要特别的小心 这个三个比较差的股票呢 我觉得很多人也是有 整体这个马股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问题就是呢 如果你是在这个三个这个比较差的马股里面 我觉得你的钱真的是太浪费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钱如果没有放在好的股票 你放在不好的 你呢就会浪费你的这个资金 so在这边第一个呢就是呢 这个SFP Tech SFP Tech呢其实它也不是最近最好的那个板块 其实呢你看到吗 这个钢铁 其实钢铁它已经在开始往上跑了 所以这个PanTech 这个HiaTech 这个Unjoo 其实已经在往上跑了 SFP Tech呢 竟然呢还没有跑 当然很多人在这个时候 他就会讲 哇应该去买那个还没有跑的 那个跑了的不要去追 其实我觉得啦 这个股票还没有跑 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这个庄家没有进场 有可能散户进场 庄家在卖 所以呢这个SFP Tech呢 这个SFP Tech呢 我觉得就是呢 应该会有一些人 他会去里面等啊 去里面抓啊 我觉得如果他再不起的话 如果他没有高过这个7毛7 这个紫色线的话 我觉得还是属于一个下跌趋势 所以当然 我们说什么 哦有可能会反弹 因为 所有的这些钢铁股 在外国的 这些铜的股票 FCX 你看到这个 FCX是Copper的 对不对 你看到这个SCCO 这个SouthernCopper 这些Copper的股票呢 铜的股票 都起了 然后呢 那些Aluminum的股票 其实呢 都有起 哦 这样SFP Tech 这个呢 我跟你讲就是 当然他可能是 不只是做钢铁 他可能还有做其他的行业 所以就比较差一点 所以在这边 我觉得这个 SFP Tech 不管他是什么东西 都是呢 就是呢 其中一个最差的 而且这个 应该有很多人都 可能有 另外一个呢 比较差的呢 是Capital A 也就是Air Asia 很多人可能以为就是讲 哇 Air Asia这么便宜 Air Asia一定好的嘛 对不对 经济现在回调了 而且呢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呢 很多人以为呢 就是讲 after 过了那个MCO 这个Air Asia呢 应该要回去 因为很多人 现在去搭飞机 然后呢 去旅行 对不对 很多人会以为 哦 可能呢 这个Air Asia呢 会回去 不过我跟你讲 这个Air Asia呢 它是整个市场里面 最差的股票之一 连这个Air port呢 都已经起了 Air port都飞了 这个飞机都还没有飞 所以呢 千万呢 要比较小心 这个Capital A 因为呢 这个趋势呢 可以告诉我们呢 它是非常非常的弱 然后呢 当然呢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AAX 所以AAX 你可以说 它也跟Air Asia一样差 对不对 对 这个AAX呢 之前呢 它是上升趋势 所以跟着我们的system 跟着我们的方法 买这个股票 是有赚钱的 是没有错 不过呢 当你看到红色的时候 它这个趋势已经就是 往下掉了 它已经是走完了 所以呢这个呢 它已经是在暴跌着 你懂不懂 它暴跌着 暴跌着 如果你还不知道它在暴跌 不要等到五毛钱的时候 你才来跟我讲 哎呀 你没有早讲 所以其实呢 我的意思呢是说 如果我今天有一个任务 我应该是要努力的帮你去找好的股票 还是呢 我要一面找好的股票 一面提醒你 不好的股票 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有不好的股票 你再好的股票都没有用 你那些赚钱 到最后呢 你就补这个 亏钱的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就跟你分享这个三个 就是AAX SFP Tech 还有这个Capital A Air Asia 今天呢 就讲到这边 我们接下来 还有我们的这个Zoom Meeting 记得就是Join我们的Zoom Meeting 在最后呢 我们呢 其实呢也想跟你讲 就是我们没有给什么Tips 外面呢 有很多这个冒充我的 拿我的照片 做这些广告啊 什么东西 所以大家呢 如果有看到的话 记得呢 通知我们 我们是没有给什么Free Tips的 这样子的东西 不要去相信 我们是一个教学的 跟大家一起学习 因为通过学习呢 你才会 自己呢 找到那个最好的股票 你不需要靠别人 记得点赞 subscribe 我们的channel 我们下一个video 再见